自从进来中州科技大学之后 我们之前的前导师是张艺景张老师 现在的现代老师是唐志荣唐导师 淑敏老师在我们每一页当中 在技术上面都有辅导我一些各方面的技能 让我能够这次在T-Shot比赛里面夺冠 那之后希望说能够在美业里面 能够帮学校争光 导演多好成绩 刘子齐她在这个比赛当中非常的认真 而且她在之前去年的时候也有得到冠军 所以在美甲的造诣上是非常好 从美甲的一个设计或者以学术的理论来讲的话 第一个必须要有设计的概念 第二个必须要有美感 第三个的话就是要有耐心 第四个的话就是在美甲的专业里面 会有光疗的一个部分 还有就是贴片 指甲 还有就是我们会有一些 就是贴钻的一个技巧 那还有晕染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美甲的领域里面非常的多 包括呢 在学习里面的话 她可以把它做一个融会冠冬 那所以呢在这个学习里面 她在学校当中的话 可以学以使用从理论跟实物操作 那她参加了这个比赛能够与课程的结合 我觉得是非常的棒 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 国际美业精英赛呢 在美容界里面来讲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场盛事 那刘子基同学 这一次呢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 然后打败很多的这个参赛者 能够退赢得出了 表示说她在努力方向 努力的程度呢 是非常的这个令人赞赏 那我们也期待她在未来的各项 这个努力当的比赛当中呢 能够百战结结 越战越勇 在这边恭喜她 我的作品里面呢 是结合双色彩绘 那因为我喜欢书法 所以现在过年已经接近了 所以我就带着非常喜悦的心情 写了平安富贵 然后加上等班 代表平安富贵 我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 许淑敏老师 老师平常很热心的教导我们 也很认真的带指导我们技术 所以非常谢谢淑敏老师 谢谢